十三经的尔雅 主要内容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 以及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所需要参考的一些著本 在前面的内容里 由我们的各位老师已经给大家讲到十三经的其他的经典 那么尔雅这部书呢 从我们在学习十三经的一个前面老师的简介中应该知道 它是性质很特殊的一部书 那么对于十三经著书来说 尔雅著书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书影 在你们的左边呢 这个是北京大学李学琴先生主编的一套十三经著书的简体横排版的一个尔雅著书 也就是十三经著书 我们如果拿那个大的本子来读的话 很不方便 另外字体也非常小 也没有加标点 所以现在出了一个整理本 就是李学琴先生主编的十三经著书 标点本 北京大学出的 那么在你们右边呢 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尔雅著书 他的主编呢 是原来西北大学的校长张启之先生 现在他在清华大学 当然他是双聘的 两个学校都聘的 那么他主编的一套叫尔雅著书 那么都是十三经这个版本做的整理 上海古籍的这个书呢 他是繁体竖牌 那么李学琴先生主编 这个是简体横牌 这两个本子是大家 阅读尔雅著书啊 可以首选的 比那个阮源教刊的那个 和丁的那个上下 容易拿容易这个阅读 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大家可以参考 刚才我们提到尔雅 他作为十三经的特殊的一部经书 这部经书呢 他的性质刚才说也与其他十二经不同 既不同于五经 就是诗 书 礼 义 春秋 不同于这五经 同时呢 他也不同于 围着五经做传 做记的其他几部书 做传的有春秋的三传 这个都是常识了 大家学十三经导读 这个佐世传 姑娘传和姑娘传 那么记呢 像礼记 围绕这个五经所做的 一些阐释 一些讲经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书籍 同时呢 他也不同于 孔子和孟子呢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 阐释了他们的学说的 《论语和孟子》这两部书 所以这个尔雅呢 他的性质是非常特殊的 我们说 如果给他一个简单的界定 那么他就是 罪集诸经诸子有关试词的片段 句子以及汉代经诗 迅古经词 而成的一个工具书 所以他的核心呢 就是工具书 不同于五经 不同于传记 不同于论语孟子 所以他就是一个工具书 用于帮助我们阅读 其他十二经的一部工具书 或者说叫词典 从另外一个角度 有人也把他认为一种 是百科全书 也就是他的目的是 为解释 这个经典中的疑难字词 诠释 所见名物的概念 而传记的一部 最早的百科性质的词典 大家知道 中国第一部字典是什么 说文解字 也有人就是根据这个来说了 那么我们中国最早的 或者说第一部词典是什么 就是说尔雅 因为说文解字呢 它是以字为中心的 探讨字的构型 读音 以及它的造字的意图 字的形音意 那么尔雅呢 它是以词为单位的 它是诗词的 所以它从性质上 可以界定为 它是一个词典 这是我们在 对尔雅的几个内容 在做简单的分析以前呢 做一个简单的解说和界定 这是由于尔雅的性质 所以在历史上 有一个说法叫 九流之金色 六义之前见 说尔雅是什么样的一部书呢 这个九流就指的 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想 六义也是儒家的经典 就是说你阅读这些 经典的一个桥梁 是它的一个关键 打开这些经典的一把钥匙 所以尔雅总起来 它是为经典服务的 为解经服务的 它本身作为一部经书的话 它的性质就是 其他的都是谈思想内容的 这一部就是为了解释 它的字词 以及思想内容来服务的 所以它与说文解字 具有相似的性质 那么这个书影呢 就是说文解字 因为说文解字大家知道 它也是经学斗争的一个产物 在汉代的时候 经学不是由 经文和古文学派的斗争 那么许慎呢 作为古文学派的一个经学家 它在说文上 它做了说文 为古文经学来服务 经古文之争啊 大家也知道 它经过了差不多两百多年 到了这个东汉时期的 到了汉末 才告一段落 怎么说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被正玄呢 给作为既经通 经古文也经通 这个经古文 古文学派就是经文 古文它两个都经通 那么郑全是算是一个大师 最后为经学的斗争 划上一个段落 当然它后边还有 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经学斗争 都是存在 好 这是我们一个开场白吧 那么尔雅导读 今天我们想利用下午 这个三节课的时间呢 谈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 尔雅的 这个名称得名的由来 就是怎么得的名 这个名称是什么意思 第二 尔雅的作者 以及成书年代 就是这部书 谁写的 大师应该在什么时候成书的 第三 尔雅的内容 就是这部书它所谈的主要内容 第四 尔雅怎么就变成一部经书了 第五 尔雅的著本 以及它的影响 这是我们今天想给大家一起学习 或者我作为平常使用尔雅这部书 阅读尔雅这部书 也有个别的一些个人的体会 跟大家一起来 我们再交流一下 首先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问题 关于尔雅的得名问题 尔雅这个得名问题呢 我们想谈这样三个 从这样三个角度 第一个角度就是 历朝历代 有代表性的 这些学者 对尔雅这个名称的解释 我们举几个 历朝历代 有代表性的一些学者 对尔雅的名称的解释 第二点我想解释一下 尔和雅 它的字元 就是单独说这两个字 它是什么意思 第三点 尔雅什么时候合用的 就是作为一个词 它在古籍上的意思 我们想从这三个角度 谈一下尔雅的得名 为什么要谈得名呢 大家想 任何一个事物啊 它赋予了一定的名称 就有了一定的意义 就像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同学 说起你的起名来 肯定你都能说出一个缘由 就是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啊 当时父母寄予了 什么样的希望啊 或者是祖辈 爷爷奶奶 这个外公外婆 有什么样的想法 所以你才取了这样的名 过去再早的时候 有可能还要 属于一个家族里边 你还要排辈分 这个名总是有说头的 特别是当你有了这种 自主选择的权利的时候 像以前 这个汽车啊 挂牌子 这个号也是个名 都是电脑上任选的 现在好了 有两种方式 一个你可以 电脑上给你显示 五个 你选一个 还有一个 你自己编一个 你想你自己编的号 肯定是有意义的 你为什么选这个 选这个 你选的 如果是前面又带四的话 这个车盘很好找 你如果是 不带四的话 你到时候 你一看都没了 那人为什么赋予这样的 就是在选择一个名的时候 他其实都有 自己的深刻的一些想法 所以尔雅 我们说 首先来从看这个字的得名 也是这样一个意思 就是他选这两个字 作为这个书的代名 肯定有它的意义 那么我首先第一个角度 就是尔雅 它为什么叫这个名 这个书 首先是看东汉刘西的一个解释 刘西呢 汉代的时候啊 小学书有四种 一个是说文 一个是尔雅 还有一个是方言 再有一个是士明 士明 从根本上来说 这部书是探索事物得名的 就是这个词 为什么这样起名 所以刘西的士明啊 就是谈 这个事物得名的 探索语言 词语言学 语言学的 他怎么谈呢 尔雅 他说尔雅呢 他叫尔 逆也 逆 近也 我们说平常呢 两个人关系好 很亲密 很亲密肯定是靠得近嘛 拉着手 这个构肩搭背 现在有些都不行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的年龄比较小 我和我的同桌 我们这个 当然都是男生 两个人还拉着手上街 现在可能都有问题了 如果再这样的话 人家觉得奇奇怪怪的 那时候真是这样 就是上大学 我才十六岁 就上大学 就是拉着手 就在街上走 不知道 所以这个 这个逆就是 肯定是靠得近 那么尔是近 那么雅是什么 雅是说是 义 义就是正 那么尔雅就是近正 那也就是按照 刘希的说法 就是各地的方言不同 都是要以让他 接近普通话 近正 就是现在啊 你要大学毕业 就要考 普通话证书 就是要靠近普通话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各地的方言不一样 我们这个尔雅就是让你 说的是标准语 是普通话 官话 是这个意思 这是 东汉的说法 我们再看唐代的 唐代的 大家知道都有 有一个大学者叫 路德明 路德明呢 有一部书叫 经典诗文 他里边谈到啊 什么叫尔雅呢 尔雅就是迅士五经 这也说了 还是解释五经的 辩章同意 辩章就是分析 分析这个 同样一个意思 可能在不同书上用的词不一样 词语的含义不一样 它是九流之通路 百事之指南 九流还是说的各家各派 百事也是竹子百家 就是读这些古籍的一个指南 一个通路 一个桥梁 可以利用它 多诗鸟兽草木之名 你学了经典诗文 学了这个尔雅以后 它就可以多多地认识 鸟兽的名次 认识这个草木的名称 这也是孔子所提倡的 而且是波澜不惑 读了尔雅 可以读古籍 可以认识外在的各种事物 读各种书 可以不至于迷惑 能看得懂 所以它最后说 尔是尽也 雅是正也 严可尽而取正 意思差不多 也就是你的语言 要用到接近这个 官话普通话的这个意思 所以到唐代 我们再看 到了清 清在阮元呢 我们读十三经 这个著书的那一大本书 知道这个教刊本 就是阮元主持的 这个大学者 他说尔雅也是进正 接近普通话 正是什么呢 就于下商周建都之地 之正言也 也就是首都所在地的 这个 所说的话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 北京话 北京这个方言为标准音的 其实这一点 在世界各地都一样 你像这个 你在法国的话 一定是巴黎的话 是他的普通话了 相当于我们说他官方语言的代表 在英语英国那就是伦端 他也是这样 我们古代也是 于下商周他在独城所在地 他的语言就是 所谓的这个 我们都要遵风的标准 所以进正 各国进于王都之正言 那就是诸后国 各小诸后国 接近于王都的正言 也就是说 引导他 向这个标准来靠近 还有近现代的人物 黄坎这个大学者 大家听说过 黄坎呢 这是张黄学派的大师 张太炎和黄坎 古代的时候 我们说他们更多地继承了 古代那个未进人的一些风度 一个大学好不好啊 在过去衡量的标准 就是有没有这样奇怪的一些大师 比如说黄坎他在北京 原来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 当时叫金陵中央大学 还有其他的一些都当过教授 他有个外号叫三部教授 刮风不上课 下雨不上课 下雪不上课 如果是这几种恶劣的天气 你们就在宿舍不用来了 你到图书馆去就行了 他这个疑问趣事还有非常多 当然他是 这个 极其聪明的人 但是又极其刻苦 因为他一直不写书 太阳先生就说了 你这个这么聪明 读了这么多书 为什么不写书 太阳先生说他是 这个人望著书 就是狂妄地望 随便呢就写书 人望著书 是狂妄的表现 而子令著书 你呢 就是很吝啬 这也不好 黄侃说 我到五十岁那年在写书 五十岁那年过生日的时候 太阳先生送给他一副兽脸 叫 尾边三绝金之命 黄眷出彩好著书 这一年啊 过生日 他是相信这个 很相信称语的 他里边看到了有 这个彩黄 黄眷出彩好著书 觉得这个不吉利 其实黄 纪刚先生就是 这一年的 生日五十岁这一年的 这个崇阳节那天喝了点酒 出去登高望远 晚上回来 就是未出血 五十岁赫然尝试了 成了一个谜了 而五十岁在写书 但是五十岁 这一年就过世了 所以他留下来的都是他的笔记 还有他手批的 这个是吉刚先生 你在底下可能有点效果不好 看不在心 就是手批白文十三经 圈典的手批的 所以这个大学者 他的影响也非常大 他说下就是 亚就是下的甲介字 下就是华夏的夏 他说知道这个道理 一个可以知道尔亚 是诸夏之公言 就是华夏各个诸侯国 大家通用语 第二可以知道 尔亚是经典的常用语 第三可以知道 这是迅孤的里边的 他的一个标准的解释 他说了这样几点意思 所以从这个脉络 大家看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尔亚这个是 为什么是取这个名字 大家都认为就是接近普通话 接近方言 接近我们的标准语 接近我们的经典 就用这个标准来 规范语言 可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意思 那么就关于这一点呢 为什么会有尔亚 你看 荀子那时候说过 因为当时有义俗谐音 他们会搅乱了亚言 使义俗谐音不敢乱亚 有了标准 他就不敢乱亚 还有论语的朔尔 说子所雅言 诗书之理皆雅言 孔子在教诗经的时候 他不是 孔子是鲁国人 他不是用山东方言 他不能说 管管举酒 宰鹤之轴 要跳蜀女卷子好臭 这就是山东话 他肯定是用当时的普通话 当时的普通话 是不是就是我们陕西话 其实还不能这么说 今天的陕西话 已经不是当年陕西话的 一种自动的变化 所以今天的唐音 甚至唐音就是 中古的音 跟这个乐方言很多是相近的 用乐语来研究我们的 这个 这个 魏晋的语音 是有些接近 那么原来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 就是上古音 怎么样跟这个接近 现在也不好说 有些专家会读 像有些这个 四科院 语言研究所的 我记得 郑章上方先生 就用那个上古音 来念诗经 那是专家 有一些 他逆音会读 那么当时的标准语 如果我们能够回到 两千多年以前 大概就是我们这一块的语言 豪经嘛 陕西话 当年的陕西话 那么 这是我想说的 尔雅德明的第一个角度 就是说历代的这些学者 怎么来论述 第二个角度 就是看这两个字的来源 繁体字呢 这个尔 是这样写的 在说文里 放在哪一个部首呢 叫利部 两个谣 利部有俩字 一个字就是尔 一个字就是爽 我今天这个使用的 频率很高 爽 那个爽 那个爽是在哪一个部首 在说文 你要知道 它是在利部 这个利 有些过去说的 不很清楚 那么杨树达先生 说的很好 我觉得是 很值得相信 他认为利的 造字本意是什么 就是窗户铃子 窗户铃 斜格 都是 所以这个尔就是利尔 就是由谜里 就是明白 上面是从谜 底下从利 所以其孔利 这个孔是通透的 耳声 所以它与爽同意 就在造字的这个意图上 跟爽是同意的 所以尔和爽的意思 都是透亮 清楚 你清楚了 当然是爽 你明白了 你稀里糊涂 你能爽吗 所以这个尔的本意 就是明白 透亮 就是这个意思 雅呢 在说文方的锥部 这个锥是 按许慎的解释就是 鸟之短尾总称也 鸟呢 它是说长尾巴鸟 锥呢 是短尾巴鸟 这种说法 后来就有好多学者 不是很认可 就是拿长尾巴的鸟 就叫鸟 短的就叫锥 其实在造字的时候 很多繁体字 它都是换用的 比如说鸡蛋的鸡 你写成繁体 左边是一个锥 锥水的锥 锥三点水 锥 右边呢 你放成鸟也行 放成锥也行 所以它可以换用 所以雅 从造字上来说 就是除鸟也 除鸟也 断注说 雅之讯 以运素也 正也 皆数假戒 就是尔雅 放在我们这个 前人说的 为什么尔雅叫近正 雅就是正 那就是一个假戒的用法 这是这两个字 资源上 跟这有关 说一下 这个断注 这个解释 大家如果读说文 其实最好是 结合这个 说文解字注 王立先生 在北京大学 给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生 只开两门 两个参考书 一个就是 马斯文通 一个就是 说文解字注 你看这个 过去那个大学者 是非常重视这个书的 那么第三个角度 就是尔雅 这个词的连用呢 最早出现在 大代理记的 小辩这一章 大家知道 我们学的十三经 这个著书里的理记呢 是小代理记 这个 代德代圣兄弟两个 大代小代嘛 如果不专门提 就是小代 专门说这个 大代理记 这是哥哥 大代理记里边 有一句话 叫 是故 寻学 以关于乐 足以变风以 尔雅 以关于鼓 足以变炎以 他的说法 就是根据这个音乐 可以考察 一个地方的风俗 根据尔雅 可以看语言的使用情况 寻弦 以关于乐 就是这个音乐 是什么样子 就可以看风唱 就像过去 我们在文革的时候 大家唱的都是 那个文革的歌曲 很振奋人心的 包括有的口号似的 五成阶级文化大革命 嗨 90号 90号啊 90号 90号 就这样 你想 你这样的 就是完全这种革命化的东西 你可以看这个地方 后来在我上大学 80年代 就台湾校园歌曲就来了 吃都走在 摘着的田梗上 什么那些歌曲 你就听着又不一样了 就是改革开放的风气就来了 这是从这个音乐看这个风俗 那么从尔雅 可以了解古代的语言 使用情况 可以了解语言的变迁 所以这是尔雅这两个词联用 那么北周的卢片解释 尔是禁音 因于亚颂 这里说的尔雅是啥意思 就是根据亚颂 可以了解古代的语言 史记里边也用到文章尔雅 就是文章写得很典雅 接近于亚颂 那么汉书一文字 也说到 古文读音尔雅 故结古今语而可知也 好到这里 第一个问题 我们就谈到这里 第二个问题 谈这个作者及成熟年代 尔雅的作者呢 其实是个问题 今天书的作者不是问题 也是问题 因为今天有的时候 这个别人的书 他抄了也写自己的名 一个书可能是这样的问题 但是古人呢 他是写了书 他自己不愿意数名 跟今天不一样 今天是抢着数名 辛勤的很多古籍的著作权 没有今天清晰 因为他这个书的成书过程 跟今天不一样 他一个书的成书 可能是要手抄 流传 加工 慢慢地才成书 而且他即使成了书 你怎么复制它呢 你在汉代纸张 还没有发明的时候 你就抄到竹简上 这样的复制速度啊 很慢 同时呢 他也容易出错 我抄一遍 这个书和你抄的 抄来抄去 最后 所以古书版本 为什么这么多差异 就是在这个 雕板印刷书 没有发明以前 都是用抄的 抄的话 总是要出错 所以他这个书 流传的过程很长 有些著作权 就是不是很容易搞清楚 但是像今天 这个我们都写得很快 你写慢了就也不行 屏幕上支撑了 这个你读博士 你发表论文 也可以出本专注 你出不来 也就毙不了业了 这个尔雅的作者呢 有三种说法 所以他著作权不清楚吗 这三种说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呢 是说是孔子的弟子所做 东汉的郑玄呢 在他的博武经意义中 提出来 郑玄我们说是个大师啊 他的观点就很有影响力 郑玄这个大师 影响到什么程度呢 连农民起义军都害怕他 你看《三国演义》 里边写到 这个农民起义军啊 经过他家乡的时候啊 他的家乡就是 山东的高密 今天这个 诺贝尔获奖的 我们莫延的家乡 那个奇义军立着他家 八十里都躲开走了 不敢去 因为郑玄精通 经经文经古文 而且擅长呢 称为之学 会算命 会预测 是个风水大师 这个农民起义就怕他 给他一算 他们都吃败账 所以就没赶到他家去 所以郑玄这样有影响的人 写了书 说是孔子的门人写的 所以后然自然有人 就相信他 所以近代的葛红 这个大学者 抱朴子写的 反映在他的西京杂技里 这是一种有影响的观点 第二种呢 说是周公所做的 周公的 周公写的 这种说法呢 是稍微晚一点 是到了这个 魏晋这时候 那么魏的章义 在上广雅表 大家知道广雅 这是也是很重要的一部书 迅古书 当然这个书后来 特别是经过了 这个王念孙 做了个广雅书证 影响就更大了 再以后 有郭普 路德明就延续了这种说法 你像周公呢 都是英明的这个领袖 他做这种也有可能 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第三种 第三种说法呢 其实和前两种不一样 他没有定到某个人身上 他说 就是由秦汉间 这些学者啊 一个集体编程的 那么首先提出这种观点呢 就是宋代的 大文学家欧阳修 欧阳修啊 这个宋代 和苏世啊 差不多齐名的这种大文学家 他比苏世年龄还要年长一些 他说尔雅非圣人之书 不能无诗 考其文理 乃是秦汉之间 学诗者 传记 说师博士结果 他说尔雅呢 不是圣人的书 所以里边会有一些 这个缺失啊 错误 所以从他的内容来看呢 是秦汉之间的学者啊 学诗的时候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 那个句子是怎么解释啊 把它总结起来 就是为了解说诗经的那些 这个博士 当然博士是学官当时的 解释的一部书 所以他的说法 就不是哪一个人写的 而是一个集体所做 这三种说法呢 就是都有支持的 也没有说 谁完全说服谁 但现在的人 学者越来越倾向于第三种 就是不应该是哪一个人写的 应该是成于一个集体 它有一个流传的过程 很多古代的东西 其实都这样 你说苍结造字 一定就苍结这一个人 把所有汉字造出来嘛 这个恐怕也不完全 不能够作为一个 大家完全一致的结论 它其实就是可能整理过汉字 情况是类似的 至于他的一些作者的情况呢 大家可以参考 这一本书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就叫小学考 清代谢其坤的 小学 这个小学不是我们今天的小学 是指的语言文字之学 文字 音韵 训孤 这个学文 他这个书 比《思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边 所收的 语言文字的书都多 这一开始就是 康熙字典 有这个音韵学的 文字学的 训孤学的 都有 他就把这 大概介绍了四五千种 每一种书有什么简介 他的序作者版本 这个里边有一些介绍 可以参考 那么好 我们现在 给大家谈一谈 尔雅成书和作者 可以认定的一些结论 就是说在这几点上 我们大家应该是 可以认可的 好多学者也同意的 那同意的 我谈三点 第一点就是尔雅不是一个人写的 大家都认定 就是尔雅确实不是哪一个圣人 既不是孔子的学生 也不是周公 应该是成于秦汉之间 这个 各位读书人 搜集他们读诗的一些扎记 他们的一些解释的一些语句 编程的 这一点大家是基本认可 就是欧阳修 和四库总部提要 都给出来的是这种看法 认为尔雅是秦汉之间的学者 传集或者小学家地向增益而成的 绝不是一个人写的 也就是 大家搜集了很多说法 或者说地向 一步一步地 给它增加内容 第二点 尔雅呢不是 成于一个时间 也就是不是一个时代 一下子把它写出来的 它也 既然认可了第一点 不是一个人写的 那么你也应该认可 这个第二点 它就不是一个时间写的 郭普认为呢 这部书叫 星于中古 龙于汉世 这个中古 不是我们今天说的中古 魏晋 不是这时候 是郭普本身是 这个魏晋的 他说的中古 是值得战国时期 就是郭普那个时候 他说中国是战国 他说是星于战国时期 龙于汉世 在战国时期就起源 大家都开始了 然后经过了这个 差不多两百年 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汉代把它编辑成出 就说了一个上下线 有什么证据呢 你看这是提一点 其中有跟列子相同的文字 列子现在被学者认定 基本上认定它是个伪书 原来说列子 不是这个先秦的著作吗 现在大家说 这个书是后人 魏晋的时候伪造的 当然它伪造 不是说完全重新写的 可能又流传了一些 又加了一些 编了一些 因为它里边 就有跟列子相同的文字 这个列子呢 现在被认为是魏晋的人写的 当然也有汉代的东西 如果是汉代有了一些 后来又增补了一些 那么有跟列子相同的 也就是说这个尔雅 很可能就有一些汉代的东西 那也就不会太早 既然有汉代的东西 它就不会是完全战国就成熟的 我举一个里边的例子 比如说列子里边有这个词 这个词 一个三点水 一个粪 粪便的粪 这个字还读粪 这个粪呢 今天我们陕西有这个地方 这个字看不太清楚 你可能这个效果 就是河阳的 我们这个党老师的家河阳 有一个黄河湿地 一个游览景区 那里有一个叫处女泉 是一个旅游的地方 以前文学院还组织过研究生去 这个地方的泉就叫粪 粪泉 这个粪你不要听着不好听 它一开始的名 叫大出尾下 就是指的水呀 这个尾是指的泉底 就是这个水从泉底底下 咕噜咕噜地冒出来 所以这个里边就有好多孩子在游泳 在那里去 它是温泉 还有点温度 所以这个材料 它列子里有 它就是跟这个尔雅是相同的 所以它就不会早于这个汉代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关于尔雅 它的作者跟时代的几条史料 就是关于尔雅作者跟时代 相关的史料 现在闹清楚了很多 我们不细说了 这里只举一条 这条叫什么 给你卖个关子 叫老鼠 传播尔雅传播的工程 你可能觉得奇怪 这老鼠怎么成了 传播尔雅的工程 我们平常听说的 都是老鼠传播瘟疫的工程 传播这种疾病的害虫 带来的都是瘟疫 你就要看一条材料 这条材料 过去说的有问题 原来是这样 这个尔雅士兽里面 就提到了一种 叫停鼠 停鼠呢 是有报文 停鼠 那看郭普怎么解释的 说鼠呢 文采如报纸 这个汉武帝的时候 有人得到这种鼠 就献给了汉武帝 汉武帝就说 这叫什么名 各位爱卿 叫什么名 谁知道的 结果大家都不知道 最后有一个 叫中军的 笑脸狼 中军啊 说报告皇帝 我知道 这叫停鼠 这皇帝说 你怎么知道呢 他说我读了尔雅 尔雅就说了 这皇帝好 刺卷摆皮 刺给他丝绸啊 摆皮 大堆这个 好好好 这个 这个四周 拿回家 但一看 这好 读尔雅 可以发财啊 所以大家都去读尔雅 但是关于这段材料呢 有个问题 这个郭普的 还有一个停鼠在 说有鼠报彩 绝号为庭 汉朝末至 郎中能明 赏一书伯 雅夜随胜 你看 在朝廷上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 中军 孝连郎知道了 他能说出名来 所以皇帝赏给他了 这个 这个书伯 随雅夜随胜 大家都是愿意学尔雅 但是关于这个材料的问题 后来 提出来了 那么在野克丛书的 报文庭书里边说 考前汉诸书 不闻中军有此事 所以说中军呢 传说中军能认识停鼠的事 在 在这个前汉 西汉 那些书里边 都没有看到记载 后来读后汉的 窦友家传 有这么一段 叫光武 艳百辽于云台 得报文之属 问群臣莫知之 唯窦友月此停鼠也 照问所出 月见尔雅 艳知 果然 刺涓百辟 召公卿子弟 就由徐尔雅 是以徐灵 谢 谢启悦 虽 甲魁之诵神诀 窦友之对停鼠 方妻宠刺 独有光权 得被及此事 而误以为中军乎 这个材料 现在已经搞清楚了 不是中军 而是 这个窦友 窦友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样子 今天这个投影效果 不是太好 所以你看起来 有点 不是特清楚 当时 这个窦友啊 认识的就是这个 叫豹纹鼠 就停鼠 因身上有豹纹 所以叫豹纹鼠 根据学者周士奇的考证 停鼠不过是一种松鼠 今天动物学上叫它 花松鼠 花松鼠 也称豹鼠 停鼠 这就是 两千年以前 那个皇帝 不认识的 我们这个 窦友 这个爱卿啊 读了尔雅 所以说了 这是什么 就是这个 它全身灰褐色 背中央有黑色的条纹 两侧为相间排列的 浅黄色条纹 就是豹纹 体长就是十公分 不是很大 七处生活 好 这个材料啊 在过去挺有名的 现在就 大家都搞清楚了 说不是这个中军的 发明圈应该归到 豆油身上 好 那么关于尔雅的作者啊 我们就 谈到这里 咱们休息一下 再来看 关于成书的背景